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况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弟兄姐妹早安 早晨让我们再透过敬拜 来清静这位独一的真神 让我们敬拜祂的同时 我相信神也要加添信心 在祂的儿女身上 我相信天赋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神灵主在我心 赐给我 宝贵极大能力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监拜 告知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相信天赋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 我相信圣灵主在我心 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举起的信心来向神说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请拜表去耶稣基督的灵 查不完命之上的灵 耶稣是主 是的耶稣你是我们的主 耶稣是主 死亡的路口 你在哪里 本目不能胜过 不过的能力 神要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我相信耶稣是主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相信耶稣是主 祝祝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相信耶稣是主 搞去耶稣基督的灵 靠谱万民之上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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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谱一切 靠谱万民之上的灵 万民之上的名 主早晨我们要将极大的荣耀 归给我主我的神 主我们相信祢的名 主祢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万民万族万国万邦都要来承认 祢就是主 祢是唯一的真神 祢是独一的真神 主仇敌见到祢就要四散逃跑 主祢的名带有能力 主让我们早晨常常先来 一起来的第一课就是来宣告 主耶稣祢的名在我身上 主我的里面有祢的能力 主祢使我的生命见证祢的荣耀作为 主这是我们每天的祷告跟呼求 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今天早上我们要再次来领受神的心意 今天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 叫转变的大能 事实上从新冠疫情以来 全世界都在进入转变 生活在进入转变 你有看到越来越多的五星级的饭店 六星级的饭店 他们是推出外卖 外食 站在那个大楼 饭店一楼的门口在那里贩售 以前你绝对看不到这种现象的 可是因为疫情来了 许多事在转变 人跟人的距离也在转变 你在室外要保持一公尺 在室内你要保持1.5公尺 随时都要留意这些距离的改变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转变 全世界好像都因着这个疫情打乱了步伐 打乱了节奏 原本的习惯都开始不再一样了 各位 从神的心意来看 我们发现一件事 转变是神所允许的 转变是神的心意 因为在这个转变的中间 我们会看见神的大能 透过这些转变彰显出来 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 叫基电 这个人就是这样 他经历了一些的转变 以至于他才可以带领以色列人 打败米甸人 打赢这场胜仗 我们来读 世诗记第六章13到14节 基电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电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 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 因为以色列人行恶 所以米甸人就来攻击他们 米甸人所到之处 就夺走以色列人的粮食 夺走他们的平安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怕米甸人 怕得不得了 痛苦得不得了 于是他们就起来呼求耶和华 呼求神的拯救 而在这个时刻 神就选招了一个人 叫基电 神就拆派了使者去到基电的面前 那个时候 基电在打他的麦子 他不是在平和场上打 因为和场打 他可能会怕米甸人把他抢走 他是躲在山里的洞穴打麦子 神的使者去到山里的洞穴 找到基电 对基电说 大能的勇士 耶和华与你同在 我要拆遣你 去使以色列人从米甸人手里得救 你知道 刚刚读的经文你就发现了 基电一点都不能领受 基电说 神你是不是在开玩笑 你如果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今天怎么会被米甸人欺负呢 你如果真的与我们同在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惧怕米甸人呢 你如果与我们同在 那为什么我们的农作物会被抢走 我们的平安会失去呢 神你没有与我同在 可是神就跟基电说 我与你同在 而且我是拆遣你的 我给你能力 你有我的能力 你可以去从米甸人的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你知道 基电如果要服侍神 要救以色列人 他必须有一个转变 什么样的转变 他要从软弱转变成信靠 基电软弱得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环境 他看到自己 他看到身边的环境 根本不像神同在的光景 可是神说 你孩子啊 你眼光要改变 你要改变 你要听听我在你的身边 你要信靠我 你不要只是看到环境 你要信靠这位全能的神 神会给我们能力打败仇敌 神会给我们能力 赐给我们在这个转变中的大能 基电你要站起来 你要改变 重新的站起来 从软弱变成信靠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许多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身边的环境 是这么样的无力感 我们看到环境 就觉得这么的无奈 我们看到环境 会觉得好像食不我语 你会有些的感叹 可是神说 不 孩子今天你要起来转变 你要信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神的能力都不会转缺的 你要起来信靠神 是神差遣你 是神要帮助你 是神要改变你 是神要荣耀你 任何的转变是神所允许的 弟兄姐妹 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 我应该都听过贵格卖粉 你知道贵格这个公司吗 贵格的老板不叫贵格 贵格的老板叫克劳威尔 克劳威尔这个弟兄呢 他年轻的时候生了一场病 受不了 他在那个病床的上面 奄奄一息快要死掉了 可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 孩子不要再软弱 你需要有一些的改变 起来呼求我 这个克劳威尔很可爱 他跟神呼求不是得医治 他跟神呼求说 主教我做生意 我如果好了我要为你做生意 而且我说要把65%的盈利 都奉献给你做神国的需要 没想到这个祷告 这个信心 这个转变 让克劳威尔奇迹式的获救 奇迹式的得着医治 后来他就创立了这家贵格公司 他得的盈利真的照他讲的 65%都给神国使用 你知道他做了多伟大的工作吗 当时的目的神学院是他资助的 当时的步道工作是他资助的 当时引动逃雷大复兴的也是他 而且他还资助国家去打击犯罪 他每一天中午花钱 邀一个CEO吃饭 传福音给他 弟兄姐妹你看这个人的能力 大到一个地步 能够彰显神的荣耀 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 不要再软弱了 因为软弱要看见神的大能力 需要有一个转变 叫信靠祂 不要再看环境了 你要起来信靠神 因为神的大能要领到你 第二个 我们再继续看基点 并不是神对基点这样说 基点就OK了 你继续读 我们来读四诗记六章十五到十六节 基点说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来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弟兄姐妹 基点还需要有第二个转变 就是要从自卑转变成谦卑 神说我与你同在 可是他看了还是他父家的背景 他看了是他的贫穷 他看了是他的至小 不 神说我与你同在 在我里头有无限的可能 你也给我无限的可能 神可以使用你 自卑拦阻神的工作 谦卑才能够彰显神的大能 第三个 你知道当基点听到神这样说以后呢 他跟神求印证 主如果真的是你 神如果真的是你给我印证 果不其然 后来他得到了印证 可是有了印证他却害怕 为什么 我们来读四诗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基点见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就说 爱在主耶和华 我不好了 因为我独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不要至于死 为什么他得到印证版的害怕 因为他知道他是神 他怕得不得了 以色列人都知道 只要见到神的面 必死无疑啊 所以他害怕自己失去性命 但神跟他说 孩子你放心 你只要起来转变 你只要愿意让我的大能来彰显在你的身上 你只要愿意去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 你只要愿意从软弱转变成信套 你只要愿意从自卑转变成谦卑 你只要愿意从害怕转变成敬畏 我就可以使用你 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也让牧师跟你说 如果你愿意做出这些转变 神会使用你 环境限制不了你 任何的困难不能够打倒你 就算敌人四围把你包住 你还是有能力冲破墙原 你有能力打破铁栓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你知道神的大能就彰显在人的软弱的里面 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信靠祂 宣告神的话语 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亲爱的天安 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更多地信靠祢 更多来宣告祢的话语 在我们的里面 因为祢的话语 是可以引导祢的儿女 进入到祢的恩典当中的 主 让我们祢的百姓 调转眼目 不要定睛在一切的困境 或者是困难或环境上 主 让我们定睛仰望的是祢 主啊 祢的能力 以赐下够用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并且祢的能力 是要叫人的软弱 显得完全起来 主 因此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就刚强 因为我靠着我的神 我诸能得胜 主 我们赞美祢 是的 主啊 祢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 显得完全 因此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是微小的 但是祢的名是耶和华尼西 是率领我们得胜的 主啊 在祢里面 有得胜的确据 主啊 我们信靠祢 就不至于落空 祢永是我们的盼望 主啊 我们相信祢 主 我们赞美祢 主啊 是的 今天早晨也求主帮助我们 自卑拦住神的工作 谦卑彰显神的大能 帮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不要去算自己的不能 要看神是可能的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主要是神的宣告 主 这自卑会拦住神的工作 谦卑会显现出神的大能 主 祝你帮助我们坚持下去 看见神里做工这样的当中 看见神里做工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 主啊 有人帮助我们 谁还能抵挡我们的 全道从与药会吧 阿里路亚 祝我们赞美你 现在的绝书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恢复我们 使我们能够从你而来的信心 能够坚固我们自己 主啊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的时候 主啊我们常常自卑 或者常常来自傲 但是主啊你用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 我们从你那里知取信心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自卑 转成谦卑 主啊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教导我们败坏以前 人心骄傲 但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 让我们在自信的过程 我们不骄傲 能够真正的来谦卑自己 更多的来彰显你的荣耀 阿们 主啊是的主谢谢你 主今天主要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 主来光照我们 主让我们知道主我们在你的里面 主要那些主要曾经自以为是的 主要是的主或者是自以为义的 主要那些的自怜 主要那些的自卑 主要在你里面是一无所有的 主要是主若是这些的东西 主要一直纠缠我们 主要我们奉耶稣的名完全的断开 主要是主今天释放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 主要是主让我们来转脸仰望耶稣 主要知道你用你的笑脸在帮助我们 主要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 主要乃是依靠你而活 主要知道主要在你的信实的光中 主要你要带领我们 主要要去赢得主你为我们所存留的一切 主谢谢你赞美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一起来为 现在必须做出转变的人来祷告 因为一些的事情发生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任何的压力 必须要做出转变的人 我们今天为这群人来祷告 不要惧怕 因为惧怕的心理 使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与神合一的喜乐 我们要转变 来爱祂 来敬畏神 来尊荣神 来感谢神 敬畏神就是这样 当我们用敬畏神来到祂的面前 用敬畏的心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就能做出荣耀的转变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祝我们在美祢 祝我们谢谢祢 祝我们今天祢对我们说 不要害怕也不要惊乱 因为祢必不撇下我们 也不丢弃我们 祢必在我们前面行带领我们 主 谢谢祢 这是一个不断转变的时刻来到了 主啊 我们也要起来 我们要来转变 我们要来改变 不在惧怕的心态当中与祢同行 主啊 我们要来转变来改变 在感恩和信靠的当中来回应祢 在敬畏和尊荣当中 宣告祢的大能必要彰显 阿爸天父孩子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祢当祢呼召我们要来转变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跟随 主啊 我们承认主啊 我们心里会有害怕 会有惧怕 因为前方等着我们的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主啊 我们可以有一个信心 是可以把那些的恐惧跟 跟那些胆怯来抖落的 主啊 因为祢赐给我们是刚强 仁爱谨守的心 主啊 让我们有一个信心在祢里面 让我们坚定的倚靠祢 让我们坚定的降服于祢的时候 主啊 祢就要彰显祢的大能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就要进入那转变的大能里面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天父 今天早晨我们奉耶稣的名 除去那个转变的恐惧 让我们从心里开始转变 我们要从软弱转变成谦卑 从软弱转变成信靠 从自卑转变成谦卑 从害怕转变成敬畏 让我们能够享受与祢合一的喜乐 让我们要在这些转变中 看见祢的同在 祢带领我们往左或往右 都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得圣君王 我请拜 高去耶稣基督哲 我请拜 高去耶稣基督的名 常无万民之上 flatten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得圣君王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